诶嘿在这个周围都是延间的房子里 要如何才能生存下去呢 可以看见咱们上期视频那做出了无限水 什么你没看过上期视频 那你还不赶快去看一下 那么游了水之后啊 咱们就可以想办法前往下界了 在前往下界之前呢 我在这个延间房子里面 搭了一个小小的空间 并且在上面呢摆上了两张床 这两张床的一张是我的 还有一张那是留给粉丝的 在这里统计一下 有谁想过来住的 想过来和主播一起住的打个一 对打兄弟们最近呢 我发现只要我一发视频 评论区下面全是这种小姐的照片 对于这种行为 我只想说变发了 翻死了 翻死了 有一说一啊 如果说咱们想去下界的话 咱们第一件事情呢 先要做出一个刷屎机 毕竟啊这个石头 对我们现在来说 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最后呢我们只需要放上水 放上岩浆就OK了 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 在这么小的一个房间里面 咱们就因为一棵树 居然真的生存下来了 我的天 真是太不容易了 兄弟们都看到这里了 别忘记给大家会 长按点赞 扣一波666支持一下哈 最近呢数据下滑 确实挺严重的 辛苦做了视频都没人看 所以你们懂得哈 对对 接着呢咱们花了一点点时间 挖了一点石头 然后顺便我也把 吃饭的问题解决了 由于我们这里呢 有加速火把 所以说呢我们只需要 把东西种上去 然后打掉 这个过程呢 可能会比较麻烦 但是我们也没办法呀 毕竟这里的空间太小了 所以以后把这个空间 扩大一点之后啊 我可以考虑做一个 全自动的收小卖机器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首要的目标 是把这个魔杖给做出来 有了这个魔杖之后啊 咱们就能扩充 我们的生存范围了 合成方法呢 也很简单 只需要练棒和下界石鹰 为了更直观的体验 我开了一个创造 给大家试验一下这个效果 我们只需要用金小型的 把这个方块往前推进一格 只要我们的玻璃足够的多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方法了 把这个房间扩大一点 OK呀 把这里恢复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 我决定去下界探险一下 看能不能找到这些材料 把这个魔杖给制作出来 然后这个地狱门 我也用胶柱法做好了 咱们直接去 刚来到下界了 我就被这里的黄金给吸引了 我觉得下界里面 居然真的有黄金 原本以为有黄金 已经很稀奇了 万万没有想到啊 这里居然连钻石都有 看来这个加冷魔祖的 下界跟原版的 已经不一样了 这个下界石鹰呢 咱们有挖一点点 总之啊 这个生存我是越往越有感觉 等我们把这个 炎家房子的空间 扩大一点之后啊 咱们能做的事情就更多了 比如说什么附魔 咱们把这个猎人半眼收集好了 一键合成推拉魔杖 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啊 咱们现在呢 就可以充分地去扩大 我们的生存范围了 越是玩这个游戏啊 我越是期待后面的生存 是什么样的 真是很久没有玩 这种比较有挑战性的生存了 对了 昨天我在直播的时候呢 很多人想要这个整合包 那么在这里呢 统计一下 想要整合包的打个一 不想要打个二 如果想要的比较多了 我会把这个整合包发出来的 OK呀 一段时间以后啊 这个房间呢 已经被我扩充了七七八八了 这个房间的空间呢 就会扩大一格 哎呦 我去学校们听一下 多么美妙的声音 OK呀 大家可以看见 现在这个房间 明显比之前要大了一大圈 不过啊 我咋咋会是一个 不容易满足的人哈 这么一点点小空间 我怎么可能会满足呢 于是呢 我寻师从这里呢 做一个小小的隧道 在这个隧道的尽头呢 咱们再做一个房间 这样的话 这个空间的话 勉强够用的吧 那么话不多说 说做咱们就做哈 首先落在这里呢 摆出一个门的形状 接着把它们像这样延伸出来 最后呢 咱们再用这个可爱的 推拉魔杖 把那个推进去 这样的话 咱们就开闭出了 一个小小的隧道 这个隧道做完之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至于这里面的房间呢 咱们有时间再去做吧 OK呀 咱们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视频呢 会更加的精彩 想提前看到这个 生存内容的 可以来我直播间 最后 如果说你喜欢本期视频 不要记评论一个喜欢 话不多说 咱们下期视频见